所以我们有个词 也是磁性有些变化 比如大哥 你说大哥相对什么产生呢 小弟呗 对相对二哥产生 对吧 二哥三哥四哥大哥小弟 就是他相对于 其他的各种称谓产生大哥 大哥呢 做大哥很难的 我觉得生活中啊 每个行业都有大哥 大哥来了 做的大哥做的好的呢 一定是做事非常周全 他不是大哥 一定不是对二哥好 不是对三哥好 大哥一定是对小弟好 越没有身份 越底层的人 他一定对他越好 你比如 你比如成龙啊 成龙在这个影视界呢 是官称大哥 有人岁数比他大 也叫大哥 这个他就是这个做事 非常的周全 周全到琐碎 什么事 就是吃饭的时候 就是朋友来没有 比如有一回啊 这个他叫我去吃个饭 吃一个饭呢 那时候我跟他是不是特别熟 就见过 大概见过两三次 三次次吧 两三次 他请我吃个饭 在上海 那个给我印象非常深 他们在一个很偏的地方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说你来吃饭 我说 因为他叫我说有点偏晚 我也没提前准备 后来我说你们别等我 我会赶过去 等我到他那吃饭的时候 都已经 我记得都八点多了 八点多呢 他出来迎我 迎我 我看着 就说说要进去 一进去 三桌席 三十人 没动筷子 用到我就特地揪 所以我说你别等我 你等我弄得 我好像就不合适嘛 那么 成龙就说 因为 你说马老师 你这次来 就是很重要 我们大家都要等你啊 所以他就不能让别人动筷子 那我当时就很受感动 其实都是小事了 这都是小事 他对底下人的照顾 就每个人吃饭 每个 就是他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所有人都高高兴兴 吃完饭 然后呢 他在草草扒了两口 所以做一个大哥 没那么容易 江湖上都是这样 就是你要知道 怎么去帮助你底下的人 他都会遇到各种困难 那有人呢 有的做大哥的 一看就是 别人遇到困难 就有时候偷偷的 不会公开的 那做大哥做的不好 就说 哎呀 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所以有时候这个 我们家遇到点 灾 需要点钱 那柜上给支点钱吧 这是一个做大哥的方式 让所有人看见我怎么样了 但是这时候 可能会给底下人 造成很多麻烦或矛盾 会做大哥的 肯定把你叫一边 说你好像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 一说 偷偷的塞点钱 不让任何人知道 你知道一个人的 这个随着道德修养的 这个增加呀 骂猫你会知道 你给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让别人比你还舒服 你有能力救济人的时候 你心里是非常舒服的 大家好 我是马卫都 我和王凯做了款 亲子音频产品 由王凯讲历史故事 我和官府猫讲文物知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 读懂了历史 你就明白了人生 孩子不愿意读历史书 我们说给他听 每天听上十分钟 让孩子受益终身 点击了解更多 即可订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